相信大家聽過 《紅門夜宴》這期成語 話說劉邦先入關中咸陽 而項羽就在紅門板斜下夜宴 表面上就是慶祝滅亡秦朝 實際就是希望一直奸 能夠刺殺佩公劉邦 後世人將這些場合 表面上氣氛歡樂 而內裡暗藏殺機 就將之稱為紅門宴 而在酒宴上 項莊假以武劍如斌 實際就是想一劍將佩公劉邦刺死 後世人將這些有心人 考立名目而別有用心地 針對某些人某些事 稱之為項莊武劍, 志在佩公 絕世天生猶豫, 哲世天生猶豫 行情澳泰萬年喜 歷拔山獨有吞傘豬豪氣 天野已棄 平民大臣, 哲世天生猶豫 平民大臣, 哲世天生猶豫 兩座, 善制造時機 並非樂意, 哲世天生猶豫 今野一座, 哲世天生猶豫 雖然, 哲世天生猶豫 幾乎零豫 雖然, 哲世天生猶豫 喔, 哲世天生猶豫 這群鴻爺爺, 我望巡為名 殺亡光是神 讓他們走進來, 玩得出去 今晚宴席之上 韓羽一定會佈下天羅地網 勢要置配宮你於死地 不斷嘗試找個藉口, 退下韓老弟算了 我帶你入得這個雀籠 一定會帶你飛回城 老夫和羽兒竟然定下上中下三計 誅殺林邦 我徹夜苦師, 想到三大良策 一定可以阻止韓羽殺你 當林邦入籍之時 我責難他煽放之英, 善改循募 拒立義軍三大罪衷 容許解釋不到, 我就立即斬 第一策是遂之以理 佩公, 你要跟韓羽說道理 我吹牛最擅長, 說道理我不行 去到洪門, 我自然會教你 我們會向軍將中埋伏刀斧首 容許尚繼不成 老夫會舉此肉血為好 命刀斧首在靜間殺他 然後再安他一個罪名 此為之終繼 第二策就是捨之以命 我需要一個肯為佩公犧牲的人 只要能夠補到佩公去周全 就算是會死我也不怕 好, 我就是需要你這份忠心 容許常中計都被他食譜 阿虎命人向他勸走 趁他走罪, 再斬他 此乃下計 而最後一策就是有之以來 項老弟是錢財如昏土 不會受的 普通的金銀財白 他當然不會放在眼內 對了, 有勞佩公你 把秦國的玉璽拿出來 張師徒, 你真的要把這個玉璽 獻給韓宇? 玉璽是天下自保 也是我們先入關宗的名證 如果真的把玉璽送給韓宇 那豈不是把關宗皇位拱手相養? 不如給他一個別的樣子吧 你勉強留住玉璽 豈不是讓韓宇更加痛恨你? 沒錯, 你今天不讓他 他一樣帶兵來搶奪 到時那個玉璽也一樣落在他手上 算了…他要就給他吧 保住這條命最重要呢 我將功後配功大架 有勞了 康元帥有令 所有赴宴諸侯只可帶徐重入軍營 只准帶一個?萬一有甚麼事? 那怎麼樣?我們一直追隨著配功左右 絕對不會離開半步的 沒錯, 要去就一起去 請老公容許我們陪同配功一起入席 活章只是奉命一致 那就由在下雙陪配功你進去吧 對, 順道我和我和韓老弟說甚麼道理 不是, 她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問答什麼? 我又不是你, 我怎麼知道怎麼答 你又說教我怎麼做? 記住, 率性而行 你的心想什麼就答什麼? 走了… 什麼事? 仇人? 翁齒? 洪老弟當然知道我和翁齒有仇 所以特地派他來殺我 我已經回頭了 回頭洪遠更有藉口殺你 有我在, 不用怕 兩位稍等 培公, 近來安好嗎? 托賴, 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多虧你, 培公 當你把我扔出培縣 弄得我走投無路 保了我絕處逢生 讓魏公收容我 並帶我來投靠項元帥 得到他賞息 現在還封鎖我做左將軍 那就好了 不夠理好, 培公 比項元帥還快 搶了關中王來做 項元帥公後多事 請 培公到 參見老公 女神劉邦, 跪下 肯定我們看懷王治這個罪 罪一, 你先釋放秦輝帝子英 有為王命 我怎麼釋放子英呢? 我只是將他暫時安置在皇宮 聽候老公前來發落而已 罪二, 你善改秦鎖 才跟秦民約發三將 我廢除惡法是宣揚懷王的人德 罪三, 我派英武和龍追行谷關 這隻閉關抵抗懷王的義軍 這樣做, 明明是依徒謀犯 我誤會了他們是山賊喬莊 分析是荒謬處理, 刀副手指令 你真是傷了我? 你暗懷而心, 罪不容諸 鑑宇, 你嘴巴說我想謀犯 其實你讓我早來一步入涵容若珍 你以為我想的嗎? 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這個卑鄙, 官信棄 現在還敢壞我一手造成? 我根本就沒想跟你爭 我還故意拖慢行程 希望你師我一步入關中 誰知道你失驚無神走去破府沉州 大破三十萬巡兵 那些巡軍聞風喪膽 見到我們楚軍的義旗 又知道我是你的義兄 就個個都急不及待地開城門投降了 拜你所致, 我順風順水去到曉關 我已經故意開了很苛刻的條件 嚇得他們閉關堅守 誰知道你又跑去坑殺二十萬巡兵 嚇得那個守將, 劉爺就跑去 那些守軍又急急地開關投降 根本就是你太聰明了 順帶怕我這個義兄 個個都開城投降 你令我行軍迅速 你是你拘我入城的 現在又反過來怪我 這樣對我公道嗎? 我一把囤張 當你順勢旦旦旦 說就算先我一步入關中南洋 你會怎樣做? 我凸向城門口等你才進城 仁閨 我又這樣做? 那些民不民不公城 怎知道城門大開 那個廢弟子英也出來投降 那時候怎樣做?你教我吧 在這個地步我進城 整群兄弟殺了我兩人 好, 我又當你身不由己 你進城之後 虎女無所行, 財物無所來 還讓秦民躍發三章 而膽敢說這樣不是想收買人心 不是想做關中王 人心欲造, 我實在想做關中王 你終於肯認了 我今天就算殺了你們也死無怨言 熊老大, 我是活該 我不是熊老大, 你的大英雄 你為國為民 我一進丫陽宮 看到這些公非夫人一個漂亮一個 金虎財寶, 金風燦燦燦燦燦肠子 燦燦又真羞百味 我一旦做了關中王, 全部都是我的 還有, 看到老百姓歡呼再道 多威風啊 所以我才想嘗嘗為王的滋味 來 你貪財好色之徒 我們死時無法逃 我黃羽一輩子 用你這麼不堪的義氣 你真是義燒天涯 我知道我愧對你這個義弟 我人不抵可憐 不過我真的不想死 我很想念我的妻子、我的子女 很想念我爹、我的娘 她們也很想念我 我真的不想死 黃老弟,你原諒我一次 起來 那還殺不殺我? 我這裡並無功切夫人 並無功如意 你們只能走未除,你要吃的 自己滾走 是… 來,幫培宮倒走 如意, 你怎麼不聽阿芙的說話 阿芙, 大元相不是已經殺了劉邦 他上宗兩計都不從 只怕下計都難以成功 劉邦不殺, 必成窩台 阿芙, 你足智多謀 一定另有辦法除去此人 項莊任憑差遣 阿芙, 鶴莊, 你馬上要去武劍遇奔 鶴莊無劍, 志在培共 你借武劍為命 找機會將劉邦刺諸死地 大人, 大家喝 大元帥 大元帥, 只有以惡助兴, 略而美中不足 不如就讓項莊武劍助兴 好… 我也想大開眼界 既然是項莊, 你就武劍如斌 來, 來 好… 唐作 武劍已經有對手, 你和我一起遇奔 你去哪兒? 張某想他拿玉璽呈獻給老公 我們奉命守住這裡 任何人等不得善利 放張司徒出去 但是袁帥有命 袁帥脾氣急躁 如果遲了呈獻玉璽, 怪罪下來 折將軍力奉扶下這個責任 借過陳大人 你去哪兒? 張司徒 佩宮呢?佩宮勢危, 能否救他脫險 就去看犯法你的忠誠 好… 我要堅賀玉璽 你進去吧 我要賀玉璽自走 我要堅賀玉璽 要賀玉璽自走 放我進來 犯法, 請賀玉璽自走 郎莊, 你退下 請四叔父回席 你也很大膽 竟敢在外面喧嘩, 打擾我們帳中走勢 我不服 犯法, 怎麼可以對賀老弟這麼沒禮 投邦 你什麼不服? 今天說明是賀茫秦的慶功業 照道理有功勞的將士 都應該有份賜酒吃 但是現在只有那些豬侯有得吃 我們就在外面捱雞底餓吃西北楓 這樣對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你就進來向我們伸贖 犯法一直聽聞學完歲, 新鮮事卒 與中將士同金共苦 不過如今, 常常跟那些豬侯喝酒酌落 對我們這群苦賤沙蟲的將士 至諸不利, 實在見面不如問名 聽 大膽 你竟敢口出狂言, 侮辱漢元帥 漢元帥, 此人你應處閘 漢老弟, 犯法是老粗一鳴, 你已經知道 他一向是不分尊卑的 請漢老弟你原諒他 我素聞犯法, 你勇猛過人 連我手下應報, 你也敢抵托 就憑你這份膽識 程酒是我賜給你的 你有本事就替我喝光 謝遠帥 好 可惜有酒無咬, 美中不足 你讓我喝光 來, 風 你好 笑 好 你們無需大驚小怪, 退下 請慢用 果然是壯士, 袁瑞竟然似你酒城, 你走吧 肉就差不多了, 不過酒還沒有 我看你有多好酒磊 韓袁瑞, 說打仗, 你的確所向無敵 不過說喝酒, 恐怕你拍馬都追我不上 放肆, 竟然說漢元帥比不上你 你竟然輕描漢元帥? 袁瑞, 把他拿出去斬 來, 今天東西兩路易奔共賀望槌 很應該和眾張視同 犯法, 今天本帥替你喝過痛快 拿走你 我要川普 幸福 老朵 救命 就強 老木 想過 魚兒, 你再不殺牛邦, 沒機會了 我仍然有三急 佩宮, 我陪你去 我也有小解 項元帥有令, 你們可以遲自離開 容長軍, 晚宴經已結束 好, 項元射都入仗揭昇 就令佩宮叩國諸侯, 滋行離去 聽到沒有 佩宮, 你們沒事真好 剛才真危險, 幸好只有陳平幫我們脫離 陳平?莫非他有嗜好之意 這也是後話, 此地不宜交流 快送佩宮返回霸上再說 上班請上車 張司徒 佩宮, 我要留在這兒善後 你瘋了嗎? 這次可以平安無事回來 你還要進去? 你忘記我還有第三賊 我要有之以來, 你們盡快離去吧 佩儀, 你又中了劉邦的奸計 這個卑鄙小人, 先用延遲打動你 再派犯法將你灌醉 然後靖廉頓逃至夭夭 我看他屠都在哪兒 啟稟完帥, 張良在外求見 是, 大家進來 是 張良拜見元帥 張良, 劉邦呢? 佩宮因為不升酒力, 已經返回霸上 你簡直是一派胡言 他作為喝酒不多又何來不升酒力 他根本就是趁我醉遮鳥頓 人來, 拉出去斬 是, 放手 范曾, 你身為阿富 居然疏擺元帥擺下洪門宴 陷害佩宮, 你這樣其實是陷元帥於不義 人人以為元帥怕了佩宮 而橫屍獨守 你這樣就算得到天下 亦為天下人所恥笑 你, 老虎要將你腰斬車鏈 滾油攀殺, 不怕分屍 張良死不足惜 但尚有遺言一句 說 佩宮絕無異心 是, 他命在下將秦國的玉璽獻賬 放出去 如意 將玉璽和寶物帶進來 元帥, 玉璽乃是入主關中的名證 佩宮並沒有據為己有 可以證明他是甘心情願 向祝下你苦手清神 是, 玉璽不敢和我再鬥 玉璽, 這一箱寶物乃是來自咸陽宮 尤其是這一對玉杯 此為名貴與玉璽堪稱兩大國寶 可言晶瑩剔頭, 雕工精子 在下也不妨, 向玉璽欣賬寶物 不如先行告退吧 是 玉璽, 你真的放她走 阿芙, 你一直以來為我出謀獻賬 偶心拿血 今天大業得成, 你居公自告 阿芙, 這對玉璽就當玉璽小小心翼 阿芙, 你為何為此蓮詩寶物 寶物? 劉波的人頭才是天下自保 如意, 你已經失去半壁江山了 從前有隻大黑熊很肚餓 到處找東西吃 挖開舊石, 見到一群螞蟻 拿起就塞進口裡吃 怎麼塞進口裡也吐出來 當然啊, 危險啊, 危險 兄台, 請問你說這個故事 是不是有甚麼寓意的呢 當今天下大勢 頑羽就只有一隻大黑熊 而劉邦就只有一隻螞蟻小 偏偏的螞蟻小就有大本領 弄得這隻大黑熊後養難當 吃了下口也要咳出來 頑羽這隻大黑熊根本有難 兄台果然高見 請教尊聖大明 好一個張良, 為顏色真主 樊鴨父既關算盡 最後還是枉費心機 請問閣下高聖大明 在下懷音寒信 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執擊狼 會有如私自慰 公元前二零六年十二月 前秦貴弟盈嬰與秦宗室出航 刑立項羽 鹹洋老百姓因為聽聞項羽 曾坑殺二十萬巡兵 殘暴私殺 個個又如驚弓鳥, 離錦出營 不愧是秦始皇宮的地下 果然是禽流玉宇, 金碧輝煌 這座閒陽宮 正是捕秦搜刮民之民高的罪證 秦之復皇就可以望在窮赤歷齒 此事, 我們一定要忍之為嫁 沒錯 捕足夠, 終止等到今天 大元帥, 如今咸陽二婆 秦國玉璽亦都在元帥手上 何不立即登位關宗皇以證身分 好, 三天之後, 我再次登位 萬萬不可, 玉兒 玉兒, 名義上你仍然臣屬於楚慧皇 你要登位, 必先請示慧皇 取得趙民, 方可算明正言順 那就敦請四叔父代侄而走這一堂 請慧皇下趙 微臣跟此道理 有請大王下趙七封, 項以為關宗皇 寡人當日曾經在眾主后面前說過 先入關宗者為皇 如今明明是劉邦先入關 但是就要改立項羽, 道理上並說不通 大王, 項元帥要做關宗皇 是大勢所趨, 還望大王成全 寡人明白, 不如你先行回去 讓寡人跟眾主后相討 找一個萬全之策 既可以隨他心願 又可以跟天下神聞交代, 好嗎 相, 跟甚麼相約 慧皇說跟天下諸侯… 甚麼諸侯? 就是魏炮彭越那群無恥之徒 我拚 如今, 其實慧皇只是想找個好理由 好讓他向天下神聞有個交代 你就來心等下了 既然我已經入主關宗 他不封我, 我就自立為王 羽兒, 既然你要自立為王 就必先取專項 那你幫我取專項吧 此事關係更大, 必須找個飽學之士 又深知宮中禮節的人代錄 阿富就舉展韓國的司徒將來 好, 阿富就找張司徒了 阿富, 你昇夜出城 究竟有甚麼重要事, 項莊可以代勞? 不用了 老夫立即趕我霸誓, 接張良入宮 為羽兒選取專項 阿富, 張良心向劉邦 願我項家為敵 為何還要讓他在大元上前立功? 立功? 我要他做多做多 這樣才找到機會殺他 那似乎你覺得阿富很卑鄙 為了阻羽兒跌得天下 更卑鄙的事我也做得出 自古帝王專項各有不同 在下可以列舉, 讓老公自選 三皇五帝皆以德望天下 而不以殺佛取天下 我予以戰功献下 王者之豪不足以彰顯他的功勳 王之后有霸 齊援公, 楚莊王 進民公, 宋商公, 秦木公 合稱五霸 五霸?甚麼是霸? 徐步安民, 尊上道義, 威武強大 人皆畏懼, 為之霸 我滅場勾勢, 南征不焚 與霸者相 足下確實有稱霸天下的氣勢 你居心婆叉, 以你章梁學富五居 沒理由不知大霸不過五, 超霸不過受 你居然慫恿而秦霸 你想他過不了三年, 還是過不了五年? 在下只不過是羅列尊號 任隨老公自取 你又何必在這裡含血噴人呢? 張師徒不住是無咒嘴之意? 任意加害於人, 亦非君子行為 隱瞞稱霸之寒, 已經其心可諸 于兒, 立即斬殺這個狡詐之徒 清皇… 于兒, 阿芙叫你殺了張良安 若別打擾言碎了 你殺張良安的理由, 似乎略嚴牽強 皇霸, 霸王, 楚霸王 好, 如果掠言欠了幾分氣勢 老公出身西楚下相 不如上尊號為西楚霸王 好, 就叫西楚霸王 果然大有氣勢 皇后可清, 霸號萬民不可清 霸者氣勢令人必造天然 阿芙, 我主意已決 當年齊煌公、俊文公以霸主自貫 結果他們的江山都被權臣散奪 可見霸無苟向 于兒, 你別聽張良這個小人疏敗 齊煌俊文只在這個諸侯 仿尊霸寒, 我天當然不服 可見了, 但是我項羽就不得 攻高蓋勢, 推翻暴循 以霸氣奪取天涯 以皇道治理萬民 實是千名所輝 于兒, 參與西楚霸王 參與西楚霸王 願西楚霸王 萬歲… 好… 不要 罪臣盈英, 叩拜霸王 願霸王 萬歲… 盈英, 你知否你們刑事一族 犯過甚麼罪 祖父, 秦始皇帝, 毀滅陸國 不惜失害無數百姓 引致生命淘汰, 愛鴻遍野 報循統一天下自由 嚴刑津法, 焚書黑暗 賀鵌寵水, 還濫貞人婦 逼百姓捉腸城, 堅獲利 豈奪 天下的百姓, 所守的虎 你殺他, 還要虎上千萬倍 先祖所犯的罪, 罪臣懸以承擔 不過, 在我死之前 我還有一事請求 你說 至二世, 戶害暴斃 我接位至今四十三天 從來沒為天下百姓做過人件好事 狠稱霸王, 善待天下百姓 我死而無意 你大可以放心 我楚河如, 你安天下為己仰 你安心上路 謝霸王 你再為日子衰斷 但你成為天下之處 你借我這把天賤劍 你屌斷你自己的生命 短暫的痛苦 就會換來萬民的長治久安 你安心上路 放鬆 公元前二零六年 楚河如刺死秦貴弟盈英 並下令誅殺秦宗室八百余人 民武大臣四千六百余口 將秦室王裔前朝救臣 適室進列以絕後還 坐項羽後下令蕭毀 傅麗堂皇的柯房宮 直至超視天下 西左霸王 並不像暴君秦始皇一樣窮奢極始 據稱柯房宮建築宏偉 連綿三百里 大火燒了九十就夜 方式綿 項羽在命人挖掘始皇陵墓 據史在 離山望陵是秦始皇以三十年建成 當中以寶石為天 水銀為河 項羽就將挖掘出來的珍寶 套上各有功諸侯 項羽並自立為西楚霸王 以天下之主自居 任命阿富范增為丞相 尊楚懷王為二帝 由列土分封十八王 拒封英報為九剛王 張韓董毅司馬恩為三秦王 毅豹為西毅王 牛邦 上全聽風 奉西楚霸王召命 奉培元劉邦為漢宗王 管轄巴淑四十一元, 到南鄭 佩宮回來了 怎麼樣… 韓宇封了你去哪裡 哪裡 巴淑 巴淑? 他豈不是公然違抗王命 韓宇指導當年的淮王 今日的二帝是快女 怎會放在眼內呢 韓宇還說, 巴淑也是關中之地 豐沛宮去那裡 已經是遵守了懷王當日的樂言 那豈不是竹子塞? 是… 我那個什麼巴淑就是關中之地 其實就是西庸部落最窄的地方 根本就是萬宜之地 聽說那裡很荒涼的 找鬼去了 都說我們不好 當日不是逼你進行陽 今天會搞成這樣 關你什麼事 是我有眼無珠認識那個項羽 想不到他這麼荒涼 得到天下, 就這樣來害兄弟 當初他用實牙實齒 說給我單陽給我享福 現在就找個鬼地方讓我去熬苦 生態吧, 做兄弟做成這樣 豐沛, 豐沛, 外面有兩個很古怪的人 來了, 他說他是你的臣屬 參見漢王 皮身 借漢王 你們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其實十多日前 霸王已經自明小臣到咸陽 準備進見漢王 臣仲帶了微薄的禮物之賀 望漢王燒立 漢王, 這些就是旺旗 薑活天馬, 都是我們巴蜀特有的藥杖 還有這些, 瘋蠶蛹 熱血 蜈蜈 真是… 是我們土產的奸行 這些是食蟲嗎? 他們很滋補, 漢王試過就知道了 好好好, 放下就行了 康王, 小臣先回南井 恭候聖駕 好…送他們呢 怎麼吃? 康王 老臣擔心我們自己的將士 不知道能否適合到他們的水土和氣候 屬中一大, 又濕又熱 而且又多山洋漲氣 根本和中原截然不同 豈不是很容易勾餅? 我聽說如果要入蜀中 必須經過一條連綿三百里長的贊道 贊道? 我以前有個親戚也行過贊道 他說贊道是用木耳山而建 但是贊道只有一個人可以過 沒有其他路了? 萬一被火燒了還沒盛盛在裡面? 貝公, 請批獎抹獎, 告老歸賢 你還沒算老 我今年二十八, 但我不想死在蜀中 貝公, 我也不想死 貝公, 我要去侍奉親娘, 我不去 是呀, 我兒子還小 你一個一個不用擔心 說就說做漢中王 不用一定要去 我嘗試去求漢老弟 阿鵝 參見霸王閉下 你這個卑鄙小人, 你這裡所謂何事? 下臣是代輝下的一群將領 懇請霸王念在昔日兄弟之情 免我漢君入贖 讓朕說過這次 上次鴻門夜刑 朕要殺你就比踩死一隻蟻那麼容易 阿父要逼朕殺你, 哭亦哭過, 罵亦罵過 每次朕會挺身而出, 委屈你 朕對你這個兄弟也算請之以盡 我知道… 但是屬宗從山盡領 絕非我們中原人能夠適應得到 萬一有人因為水土不服而死了 我就對不起那些兄弟了 懇求霸王你, 妄開一面, 免我一吃… 不, 我們也一把年多了 一定適應不了 好的, 你這個漢宗王我照做 可不可以不用入蜀宗呢? 我…我將咸陽元風不動交還 武功也有勞 是你有負枕在先 老爺, 若然不沙家懲治 你叫我西楚霸王 還怎樣管治三軍, 統治天下萬民 千錯萬錯是我的錯 是我不對是我不穿 但是我真的不想去屬宗 也不想連累那群兄弟 是呀, 就留我在咸陽 做個掛命的漢宗王, 算了, 好嗎? 就不殺你驚藝隔外開人 你死定了, 好, 老弟 你竟敢對著不殺賴? 如今你在天, 我在地 不可能再做兄弟 我沒有這種資格 也不配做你的兄弟 就當我請求你最後一件事吧 八王, 糟了 好了, 朕就答應了你最後一件事 你立即跟朕爛爛 朕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你 多謝八王, 多謝閉下 福君 好, 老爺 姐姐, 老爺、奶奶 大哥、大嫂, 夫君回來了 三弟… 好… 三弟, 三弟 三弟, 娘 娘, 大哥、大嫂, 兩位夫人 老爺, 老爺, 這次你列土蜂王 真是降中要組 三哥是漢王 漢王比佩公帝很多倍 心胸也要大很多倍 三哥, 你經常說下面的皇宮 金堆藥妻, 何時帶我去看看 我剛才東商那邊過來 我看見那裡擺滿絲綢 想到整個人那麼高 是嗎? 我們去看看, 來, 去看看 夫人, 為甚麼你不去 去看甚麼? 去看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 當日懷王, 當眾立下盟約 先入關中者為王 關中咸陽是你先入的 有甚麼道理讓項羽入主關中 老爺, 還隨便擺個漢王給你做就算 你才是關中王 你怎麼可以任由他擺佈的 都是爭壹的字 關中王紅漢中王, 雙差無幾 關中咸帝王之刀 漢中屬地只不過是一塊西容部落 集居的荒地而已 那形勢比人強嘛 現在撿回一條命已經算好運了 張司徒也是這麼說的 他去了送漢王 我就是不信他兇惡 我們要天下人來平離 走吧 來…去哪兒 佩公, 娘娘 雙師徒, 你回來了 我正想你立刻替我夫君寫一道核文 你聲吐項羽, 公然違抗王命 背信喜二等罪狀 我想看看他如何封得柔柔中口 我夫人的意思是想引起功憤 逼讓漢羽交出關中 還給我一個關中王做 娘娘 你知不知道漢羽肯封佩公為漢王 已經是萬幸了嗎 佩公你現在的處境 真是生死源於一線 上次洪門宴, 漢羽說是搖你一命 但是他沒說過要放過你 自從破釜沉舟一役 航羽已經變得目凶一切 佩公你還要先入咸陽 等於逆他虎威 是啊, 難怪張師徒一直都爛了 我又關中咸陽 何況航羽身邊還有一位你的死敵 就是范阿芙娘 你言下之意 即是說我夫君, 最少有生命之餘 所以佩公, 你要立刻起程入蜀中 那裡極其量是一塊苦地 但是鹹羽這一處, 就是一處險境 夫君, 我們立刻命人打點行裝 盡快起程 好痛… 我要欺負一會兒, 別叫我吃飯 夫君 起來 是不是項羽和范曾先發制人 要遠禁你鹹羽城 是我自己 是你 是你? 我剛才求什麼求項老弟 讓我留在鹹羊城 你幹什麼? 我不想你們… 又不想我的兄弟他們 在蜀中捱苦嘛 捱苦不會死的 我們現在留在鹹羊城就會死了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真是… 你跟我去 去哪裡? 去求項羽讓你入蜀做漢王 你怎麼說呀? 一個時辰前我才求求他 叫他讓我留下 現在又要求他要走 要跪地叩頭 叩到頭穿我們也要求 說過不會再求他 你留在鹹羊就會死 到時不僅是你 練習一會 整群和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都會沒命 求… 救命 霸王 霸王, 小臣有事相求 小臣想清楚了, 決定入蜀中 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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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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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在心中转动 难的我任重 泪留在心中暗涌 前着不解的梦 怀念情已重 情患在难的挡家过 仇患在怀来今次有风 情若真有几重 还问之心有几隆 能令我能令我敬重 强恨歌已不同 强恨歌声见英雄 柳黑我